随着台风的逐渐接近 也让许多在海上捕鱼的渔民 停靠在花莲渔港来避风浪 远洋渔民也带着外局渔工进港 市民代表胡仁顺 特别来到渔港关心业者 外局渔工在台风期间上岸的安置问题 台风逐渐逼近 花莲港区内已经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 渔民趁着风雨来袭前夕 赶紧进行渔网的修复 而雇主也将移工带回安置 不过在房台之际 业者也担心疫情 影响到长期待在船上移工的健康安全 台风还没来以前都安住在船上那边 似乎我们都有买一些船粮给他们使用 我们这个船说实在是靠外劳 没有外劳帮忙工作也是没办法作业 现在没有站出去 之前有台风来都到那个一会站置区 现在就都是在船上 市民代表胡仁顺也来到花莲港区了解 半远洋渔业的业者在安置移工上的问题 希望能够更加了解目前渔业现况协助渔民在外籍 那我想我们也会来一起来协助我们这些比较大型的船只 这些渔民老板来跟他一起来协助 台风期间外籍渔公的安置问题